跟大家介紹我們今天還有兩位大學的教授到現場 一位是王花大學環境設計學院的院長楊崇信 楊教授 一位是王花大學景觀系的系主任林開泰 楊教授 接下來我們就請楊崇信 楊教授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 各位老實關心 這些數目很貴的朋友 我要點抱歉 我到今天才出面 平常會被這種公共失誤 我都會倒在前面 但是我看到你其實已經不動意了 你進來打的心意 所以我說你會後來 不過我後來還是覺得說 應該大家不管醫療大小 或掌權 大家為了把握這一代的文化的意見 來努力 所以今天主要是 我想我今天也請了林開泰 楊老師 他是文化景觀系資深的教授 他到文化大學景觀系之前 是在美國 紐約市政府 算是我們相對的工業路跟管理處 在那邊當主管 因為他對紐約的這個數 概念資深 怎麼規劃 怎麼保護 怎麼移植 那美科是怎麼樣的尊位 所以我今天特地 演員經過同意之後說 工作的主任一定要來提供一下 他在紐約幾十年 在美國大概幾十年了 國務十年 把他們的做法提供給大家 那我想我都有一點時間給大家 但是我還是要提一下我的想法 這些數本來就在這裡了 那你現在做這個巨蛋 要改善交通 但是是在後面 我們做規劃的人一般 你在做基地分析的時候 你要先了解這個基地要發展什麼限制 那這些數本來就在那邊 它是鍋子的限制沒有錯 但是你不是說 你把這些限制 用輪尾力量把它排斥的 這個是違反規劃的原則 所以應該先把這個數 就是說 以不牽引的狀 這個情況之下 我來做我們的設計案 創造一個雙米的設計 我想這個才是一個好的設計 那我真的說 把它全部都把它切乾淨了 那我再做設計 那我們這個學校也不要緊 還有我們這種學院啊 這種思想也就不要了啦 這個交易也不用了啦 這個是我第一個要點的 每一個都會啊 對不對 那我第二個感慨了 提供點看法 像這麼大的一個計畫 對周邊的地方的衝擊這麼大 那不能說 只是一開始能進入建築設計 不能說就進入到這個巨蛋 然後巨蛋產生多大的流動量 然後靠周邊呢 把這個設施啊 把它塑散掉 就逐漸的進入到建築設計 在我們規劃的訓練上 你先要從周邊 劃出一個會衝擊的地區 這個範圍要蠻大的吧 這處理地區 裡面你要做整體的評估 整體的規劃 然後呢 一起共同解決這個地區性的交通問題 那我們叫做發展影響評估 我們有環境影響評估作物啦 但是我們現在缺乏是一個發展影響評估作物 那我們叫EIA 我們阿B叫做EIA 那這個EIA就是Inventing Assessing 那這個一定要先做 做完以後呢 才慢慢建築 代表你這個建築物本身 那我們現在做完了 是幹部反過來 先從建築開始做 然後我們發現這個也衝擊 那個也衝擊 坦白說我有懷疑 這個四萬多人 四萬以上的活動一樣 靠現在的建築設計 能不能輸到 這個都市還本身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各地雙邊這邊來當母親 旁邊來國務紀念館 那萬一一起辦活動那怎麼辦 所以我都還是華語的 除了華語開戶 我說有沒有辦法輸印 就像跨年晚會那樣子 有像螞蟻熊片這樣出來 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 我考慮的時候我提示面前 就碰到區旦 這個區旦 這個區旦 那個是李登輝當師長的時候 就黃大作在當聯考會 整個祖宗委員 聯考會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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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那個時候秘書長 那個時候秘書長 那個時候秘書長呢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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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秘書長 那黃大作就拜託我說 來幫忙看看 也不是有委託做什麼 那就評估這個區旦 說我放在哪裡 因為當初他們都想忘在那個小區旦 一直都在想那個小區旦 那我當初就評估說 你那個小區旦是沒有辦法輸印那麼大的一個交通量 那你如果真正要做的話 你要把各單項的設施 那各單項不上在各地嗎 然後呢 你要把運動設施把它輸上 你往新北市 往台灣各地 那 你辦大型的會議呢 就這些的設施呢 要全部要一起要用 而不是搞一個大巨蛋 什麼都放在那裡 那我們的國家處境也那麼大 那麼困難 你一年能夠辦幾次 四萬人這種運動賽事呢 人都沒有 好幾年都辦不到一個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提出來說 那時候還講七萬人 你現在講四萬人 四萬人不得了 你台灣一半其實有四萬人的活動呢 那一年上班又十五天 你會用幾天 假設你用不到十五之一 你弄柯大巨蛋 你不是只是旁邊的該些商場 你讓這個財團賺大錢而已嗎 那你該這個大巨蛋幹什麼 現在也不能辦跨世紀的婚禮 誰敢辦 你敢辦那邊的大巨蛋 有一個音樂會嗎 也不對啊 難道不是要做一個流行音樂中心嗎 小巨蛋給田田那邊唱唱啊 就在那唱啊 難道 難道他得什麼商場 這邊在叫賣這個 這邊叫賣這個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對這個巨蛋樓 坦白說我挖個花點老少 打中一開手就完對了 因為我那時候就提出來一個看法 這個巨蛋不能放在四周期 你怎麼處都被放得去輸贏 就像換人網路一樣 你怎麼一直輸贏呢 這麼大的一個流量呢 所以那時候主張說 你如果會做這個 你要離開中心 對不對 你離開中心 你遠一點出去嘛 對不對 那時候結業監測還沒開始 剛開始而已 那你可以有結業監測規劃 你不要放在這個四中心 四中心你過度的負荷了 你還能做 我這個是幾十年前的牢騷 我利用這個機會 對大家說一下 好 那第三個 現在沒辦法 已經變大巨蛋了 坦白說 這個大巨蛋在播出當中 我參與過好幾次的回憶 學對的朋友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像我都認為 巨蛋就是 不是拿來辦一個風光尾業 辦這麼大運動會 應該是在提升體育 隨著活動健康 要扮演正面的角色 那如果這樣子 我說你把它換成四顆中蛋 那東西很美麗 都放了四顆中蛋 規模變小一點 就一萬多一萬多 那你的效果 比那四萬多的來得比較好 所以我說 把它弄成一百個小蛋 結果每個國校 你鋪一顆鋪一顆 變成我們的健康中心 那不是功能更大嗎 所以我過去 長期以來的時候 拋大喜功 搞一個大巨蛋 又沒錢蓋 沒錢蓋用BOT 然後又夾帶一大堆的商業發展進來 然後又搞了房地產 這邊的國際 那這樣子就失掉意義了 我講這句話對典雄 可能有點 就是霧面的批評 但是我是有期待的 我說期待說 好 這樣是一個例子 今天你今天要這樣做 那我希望典雄 鼓起社會責任 所以我要帶下來 就是我第一次可以見 典雄的話 後面要做幾個服役 我就結束了 我都有一點資源給我 算加強 我要服役典雄 要鋪起社會責任 企業家賺錢是最重要的 錢累積到某個地步以後 更重要的 就是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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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企業如果富有到處 剩下錢 沒有意義 我要這樣講 我常常在臉書 發表這個言論 一個人如果富有到處 剩下錢而已 那沒有意義嘛 應該社會做點事情嘛 所以為了這一書 大家這麼不忍心 那個都是我們的記憶 我們希望把它保持下來 我一個呼籲請嚴重老闆 要體諒到大家這樣的一個心情 那以半年負起社會責任的這樣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這問題就比較有解 否則怎麼有解釁 當初我還看到什麼 就看到這個 那什麼都沒有啦 對不對 扛一扛 弄一弄 設計也不用改啊 就施工啊 四把錢 那是當家的事啊 那有意義嗎 每個人是砍得像電線桿一樣 那把它弄下去 我如果把你四支都砍斷了 連頭也砍了 真的太高了 把你車都在 那我再去給你 給你再移植到別的地方 會活嗎 而且你移植也不照規矩啊 我跟路頓管理處 給提舉了這個公文 講明清楚 十公分到三十公分了 你最起碼要斷分離處 你斷分離處的到定主 移植的定主 你要經過六十天到九十天 兩個月到三個月 才能移過去 像這個已經超過三十公分了 很多方向超過五十公分 那個都要兩次的這個公分 兩次的公分就加倍了時間 剛剛說兩個月到三個月 整個三個月到六個月 一百八十天 那你說一百八十天 一一棵樹的成本啊 噢那個大 那當然大啊 那個樹蟲那麼小 長到那麼大 他沒有那個價值嗎 我請問 所以對樹要尊重 我們要尊重主 我們要敬天敬地 我們不要只看到錢 看到錢 算是全世界 也沒有意義 我沒有錢 但是活得很出戰 我活得一六十年 我一輩子當教授 從教授 我吟有尊嚴 我講話很大聲 沒有錢 一樣可以講話很大聲 所以 我還受尊重的呼籲中 也許 以盡社會責任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事情 我在 第六個我要呼籲 我要呼籲的尊重 到今天呢 我昨天晚上才開始 把所有資料 一起來當時體育 體育體育 我這兩次才開始開 我現在沒有一個高層 今天出面了 看到就是一個處 公園路徑萬里處 看到的是一個體育局 體育局也沒有看到欺財 我沒有看到大人 大人是主管管的 可以這樣子嗎 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你台北是這麼大的大人 跑到哪裡去的 所以我沒有一個呼籲 大人嘛你要出來 你起碼的 張靖瑞厲害 你派張靖瑞有多次 就要被人家來招職 成立一個專業小組 大家坐下來 我們不是要搗蛋 請他們來看看 我們的朋友 站在那裡 坐在那裡 看看那些 爬在樹上的這些朋友 你準心嗎 你準心 你的大人啊 你的高高在上 你準心看到這些 那些以肉身來圖書的人 爬在那邊 像某子一樣 你準心嗎 這是你們為了什麼 有為了人來自己看什麼嗎 我最近喜歡講一句話 活著爬得越高 屁股突破了 面積也大 這些大塊 你高高在上 屁股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因為有你們沒看到 所以呢 你要想辦法 你不要高高在上 你可以下來吧 你不要讓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吧 下來吧 來跟我們的站在一起 我們一起來商量對策 我今天站出來不是為反對 反對 不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呢 理性的討論 所以呢 要嘛 副市長出面 要嘛 就是請秘書長 春龍門出來 他以前是環保署人 也當過環保局長 他在這個應該更清楚啦 好的 他是讓整體外機 大家要講 讓他做最後決策啦 因為工作還是要下面的人來做 對不對 下面做的話不是用嘴巴做事啦 嘴巴做不了事的啦 嘴巴做不了事的啦 他做不下來 把方面 把攤開來 大家好好的談一談 眼熊一定要加進來 把所有的意外外機輪找進來 我們好好的談一談 所以沒有辦法解決這問題 所以我建議說 有四中五人 希望他們可以聽得到 也希望媒體可以報導 請他們派個大樓出來 組出個專業小組 大家共同來諧商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才是真正上策啦 其他我們來抗爭也沒用啦 我們老是到處 跟在抗爭 看這個 我現在慢慢在檢討 在環西樓出去 我想說 老是用這個抗爭的手段 到最後呢 把尊正湊折的 是誰啊 是我們啦 那些大樓還是做得好的啦 怕在市場那麼辛苦啦 那當作湊折了 還是 這批子 還是我們嘛 對不對 他們一點影響都沒有 所以我說 不要這個樣子 我們得慢慢改變這個手段 我們要解決問題 我們不是助長問題 那要解決問題 我想留給專家來講 我覺得天底下 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用一句話來說 以前我在中原圈當總部主任 我現在照顧吳達友先生 他完全 他不首先 他不首先